疫情之后各个产业都在招募人才 也都在喊缺工 那么根据统计呢 在今年的第一季 平均每个月缺工38万2000人左右 当中呢又以北部的人才缺口是最大的 那我们来看这张图表 在北部地区虽然工作机会也比较多 来到了21万2768的工作机会 但是缺工的比例也比较高 占了55.8% 那么中南部地区呢 其实是受到这个科技大厂设厂 以及国旅大爆发的影响 因此在缺工的部分 他们压力也是有增加的 可以看到呢 在中部以及南部地方呢 他们的这个缺工比例是有增加 而中部地区他们缺工是占了21.2% 南部是占了19.9% 而工作机会相对呢也有提高 包括在中部地区有8万多个工作 南部呢有75000的工作 来看到里岛以及东部地区的话 其实他们缺工占了3.1% 工作机会有11000多个 那么另外一部分呢 我们透过这个五大民生消费产业来看 在北部地区他们的工作机会 或者他们的薪资 其实相对也有比较高 从这个零售业平均月薪来看呢 在北部地区薪资可以来到了 41,299元 如果是住宿服务业的话 薪资也可以来到41,280元 其实呢这个突破4万块 等于是10年来首次达到这样这样的金额 其实呢对很多 这个员工来讲 其实是一个好消息 不过可以知道是 现在其实各个地方 还是面临缺工的问题 要怎么样解决缺工 其实跟薪资 还有工作的时间长短 都非常有关系 而这也考验到了资方的智慧 想要想问更多新闻资讯 欢迎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 这个QR Code 就能加入TVBS App 让你消息不漏洁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